二三 二三 我看到你 二三 我这一件是蒸蛋 你怎么也不知道 我是一个 这一件蒸蛋 是同一面的一件 现在像在那里的淡多调 买了个妈妈 现在 check out啦 其实酒店就是望着 吃起来� Cash 送鸡蛋 拜拜 现在选这条 这条好像是回书 看过上新档才吃 这个 这个漂亮 就买这个 OK 给钱就来 14号 到高騎士 現在等到我的車來了 我們就上了車了 圖文相遇 你看 跟照片一樣漂亮 香港人也沒想到 嘩 很吸引 買便當 這個是給他的提燈內型賣相吸引助我來買的 味道就一般 吃完午餐又怎能少飯後甜品呢 乘搭了兩個半小時 終於來到長野縣草樽口 到了JR長野縣草樽口站 還要再轉JR關東巴士去草樽溫泉 單程標價大人為710日圓 小童就360日圓 大約坐30分鐘左右就到了 草樽溫泉下車之後 再步行6分鐘左右就到達我們的酒店了 飛行車 好 乘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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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廁所 又是浴缸位置 這就是我們今晚住的房間 看看觀景 看看這邊 嘩 這裡看到雪山那邊 已經換了一身的浴缸 現在去著名的景點 很粗糙 草樽溫泉是日本三大名泉之一 連續15年擁奪日本溫泉100選第一名 這裡的溫泉還能殺菌致病 很漂亮 這裡很漂亮 但很冷 我們一起走 小心 這裡有草樽的標誌 這裡真是超級漂亮 雪地 嘩 好正 然後我身後還有一個 蟲塔 嘩 美得爆 真的 冬天來這裡 一流 真是推介地 這裡 但真的好冷 一定要做足 預寒措施 嘩是雪啊 好冷啊 好冰啊 好冰 這隻手已經沒有了之貢 現在就向西河原公園進發 走到中段有一間是賣黑糖饅頭的 今天聘請了我們吃 我覺得很好吃 可以俗稱為救命饅頭 剛才經過就是有這個 黑糖豆沙饅頭 所以就幫襯了它 有點太冷的關係 但真的好吃 非常好吃 對 所以就幫襯了它 趁這條路 再一直走上去 走到西之河原公園了 好冬啊 好冬啊 看見景色 這裡真的超美 好美 好痛 冷到腳 硬了 但是看到這個景真的值得 超美啊 哇這個鳥居 晚上亮燈很美 然後這裡是可以浸腳的 那裡就是粥湯 我現在就去浸一下 已經帶鼻子有毛巾來的 大家記得如果來的話 記得帶鼻毛巾 這裡是沒有毛巾公園的 好溫暖啊 超舒服啊 馬上暖了 對著這個景色 真的一流 晚上夜探了居 現在似乎有一個靈探多點 嘩這樣看真的好像有隻鬼 晚上看也挺恐怖的 現在就走去浸第二個粥湯 這裡的水比樓下 剛才下面浸得過暖很多 兩隻眼淚 到上去 開了 魚蛋 是魚蛋 然後去 在這邊 這個很重 很重 差點 3,2,1 3,2,1 差點,反彈出來 5,4個點都不行 我不行 我不行 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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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湯田變了紫色,好漂亮 8,4,1 4,1 4,2,1 4,3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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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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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4,1 4,1 現在這個位置很短 很大股流黃味 現在試著自己在蒸的感覺 對 我是一個在蒸蛋裡的燒賣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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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蒸蛋 這就是這些 水魚蛋 這就是我們今晚的晚餐 這家溫泉旅館包了淮石料理 可以選擇Sukiyaki或Shabu Shabu 我就選擇了Sukiyaki 就這樣看已經很多食物很豐富 而肉方面是吃上週牛 好吸引 吃完這餐浸泡溫泉 我們就休息了 下一集我們會帶大家去到興井澤 除了會去住民景點之外 還會去附近的Olet行走 下 不停買買買 來個布袱式消費 大家記得不會錯過下一集 下集再見 拜拜